第34集 与贺莲娜办决赛的是个英俊的小伙子 他们僵持了四分钟还不分伯仲 台下的叫好声取笑声越来越响 音乐也渐渐震耳欲聋 最后还是贺莲娜坚持到了最后挺进决赛 大家都对她狂喊 贺莲娜也被这种疯狂的情绪感染了 不是早就知道傻子才悲伤的道理了吗 她不禁露出微笑只是带着些凄凉 决赛是贺莲娜对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 她说她高度近视 所以对这个比赛很有信心 主持人问贺莲娜 贺莲娜笑了 可是我恨男人 台下一阵哄笑加欢呼 决赛开始了 贺莲娜仇恨的目光果然厉害 七分钟后 那个男人败北 贺莲娜得到五扎免费啤酒和一瓶香槟的奖励 还有二百美金 她将香槟酒像赛车冠军那样 喷向台下的观众席 大家跟随 Quinzi的经典名曲 We are the checking 放声高唱之后 冠军至此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 我希望 她此刻就倒在我的脚下 说完 贺莲娜跳下台子 酒吧里沸腾了 丹妮很费劲地挤到贺莲娜身前 递给她一杯香槟鸡尾酒 贺莲娜忽然想起卡萨布兰卡中 汉费来 一只手拿着香槟鸡尾酒 一边凝视着英格利特 一边说 为你的同仁干杯 于是她问丹妮 为我的同仁干杯吗 丹妮点头 是的 因为你此时的双眸 一只在流泪 一只在流血 一只满是深爱 另一只里是恨 贺莲娜愣住了 贺莲娜觉得 自己需要那种苦涩的酒来掩饰 也需要那种烈的酒来麻痹 于是说 来杯血腥玛丽 那个酒太烈了 丹妮说 来买醉的人会嫌酒烈 贺莲娜大笑 她急于将心中的愤怒与悲伤发泄出去 丹妮说 你不适合这酒 贺莲娜皱眉 丹妮说 我给你讲个和这酒有关的故事 贺莲娜点头 能有故事听 总好过如梗在喉 传说中 欧洲有四大鬼宅 其中有一座闹得最凶的鬼宅 坐落在布达佩斯的郊外 她的主人 就是当时惊艳一时的 李克斯特伯爵夫人 在她的一生中 为她决斗而死的青年贵族 据说超过了一百个 甚至在她六十岁那年 两位浪漫的青年诗人 因为得不到她的垂青 而举荐自杀 她的美丽秘方 实在令人恐怖万分 李克斯特伯爵夫人 用鲜血沐浴 而且只用纯洁少女的鲜血 她相信 只有浸泡在她们纯洁的血液中 方能不断吸取其中的精华 让她永保青春 每次洗澡前 她还要喝下至少半生的血液 她管这叫内洗 她洗一次澡 至少要杀掉两个少女 就这样 在长长而黑暗的五十年里 一共有两千八百名少女 惨被杀害 所有的尸体 全被埋在她私人的浴室底下 这也是她的主意 因为她相信 少女们的魂魄 能够驱走衰老和迟钝 由于常用血液洗澡 她身上总带着浓烈的血腥气 但她却从不用任何香水掩盖 任其自然 美丽的外貌和血腥的气味相结合 竟然产生一种无可名状的妖艺魅力 一时之间 李克斯特伯爵夫人的艳名 远拨欧洲大陆 连法皇路一十四也不远千里 败倒在其十六群下 血腥玛丽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赫莲娜觉得恶心又不寒而令 但是酒宝已经将酒送了过来 看着红红的液体 赫莲娜迟疑了几秒钟 就闭上眼睛猛地喝干 福特伯爵的灼热烧着她的舌头 一阵狂咳之后 头开始痛 酒吧里竟然又放上了狂野的低曲 丹妮看着眼前 强烈掩饰痛苦的赫莲娜 觉得心里有一点疼 于是拉着她跑上舞台 随着音乐狂舞 并在赫莲娜的耳边轻语 跳舞吧 像没有人欣赏一样 去爱吧 像不曾受过一次伤一样 唱歌吧 像没有任何人聆听一样 干活吧 像不需要钱一样 生活吧 像今天是末日一样 赫莲娜完全震惊了 抓过酒宝 不知端向何方的酒 猛地灌进去 然后大声喊 喝酒吧 像不会醉一样 流泪吧 像笑容一样 忘记吧 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疯狂吧 像世界本该如此一样 后面再发生了什么 赫莲娜完全不记得了 醒来时只觉得头很痛 但意识是那么的清醒 自己是在哪里 睁开眼 雪白的天花板 在医院吗 难道已经酒精中毒 可是没有医院的味道 旁边还传来有节奏的呼吸声 转头 一张宁静又冷峻的脸 就在耳边 赫莲娜蹚地一下坐起 自己的衣服还在身上 而旁边的人又是谁 赫莲娜的头又疼了 怎么会到了美国这么的倒霉 其实也不能说是来了美国倒霉 而是自己从喝过 冰火两重天的鸡尾酒 就总是品尝悲喜交加 痛楚再次袭来 赫莲娜又躺了回去 眼望着天花板 流泪 丹尼已经醒了 在赫莲娜猛然坐起的时刻 她看着赫莲娜惊慌地环顾四周 又看着她颓然躺下 流泪 这个情景 让自己想起了母亲 母亲曾经无数次 这样悲伤地望着天花板流泪 等待根本不会回家来的父亲 丹尼的心纠结在了一起 她的父亲对母亲的爱 早已消亡 但又为了名声不肯离婚 还在外面处处做出 和母亲恩爱的样子 真的是太恶心了 这样的伤害比分开还让人痛苦 她猛地坐起 逃到洗手间 用冷水冲自己的头 赫莲娜看到那个男人起来 也立即跳下床 准备逃出这里 完全无法面对这混乱的场面 可是丹尼又从卫生间里出来了 看到直挺挺站在地上的赫莲娜 有些惊愕 她的头发上滴着水珠 划过她轮廓鲜明的脸 赫莲娜看了她的样子 在心底叹气 平凡的林彦 俊朗的沈飞 都让自己遍体鳞伤 而这个相貌英俊 又个性十足的男人 更让自己无所适从 于是从沙发上 拿起自己的包 一语不发地向外走 丹尼拉住了她的手 宿醉过后 一定要吃了东西才行 而且已经是中午了 坚定地谋 赫莲娜无法拒绝这样的好意 而且自己的胃的确很难受 丹尼从她的眼神中知道 她同意了 于是走向厨房 几分钟后 端了牛奶 煎蛋 火腿 烤面包片出来 赫莲娜沉默地坐在那里 丹尼笑着递过来 简易三明治 你昨天的反应很快的 怎么今天 就变成了痴呆 不是真的说忘记吧 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了吧 赫莲娜将三明治塞进嘴里 含糊不清地说 不管怎么难过 至少没有死 在大快朵移中 发泄了心中的失望与委屈 本来也是 受过一次伤就该有免疫力了 味道还不错 去她的吧 眼泪煞时滑落 说得对 难过的时候 最应该吃东西 丹尼说 所以胖子才那么多吗 赫莲娜费力地咽下去 抹了眼泪问 看来你恢复了力气 能够思考了 丹尼微笑 我叫丹尼 你呢 你没必要知道 因为我们不会再见 赫莲娜说 人生的事 谁也说不准 丹尼有些想笑 既然不会再见 你离开这里 准备去哪 其实 昨天自己想送赫莲娜回家的时候 已经看了她的包 她的护照 还有装有旅行费用的信封 她竟然是自己即将培训的学员 丹尼对赫莲娜产生了兴趣 也知道 她在纽约并没有预定酒店 干脆把她带回了自己的公寓 因为隐约的 心底有一丝想要保护的欲望 不知道 赫莲娜如实说 是的 刚来美国不过三天 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假期 所以根本没有想过芝加哥以外的地方 不如 我们一起去拉斯维加斯吧 丹尼提议 因为自己的第一个案子 就是那里的米高美酒店 赫莲娜有些防备地看了她一眼 丹尼连忙问 反正我们也不会再见 而且我看起来也不像坏人 你看过罗马假日吧 我们可以上演 拉斯维加斯假日 要知道 拉斯维加斯 是最能忘记一切悲伤的地方 拉斯维加斯 斯蒂文说过 自己的旅途中 必须有这一战 当时不明白 现在想来 还有些道理 不过失落也好 兴奋也罢 享有赌城 情色天堂 世界结婚之都 和自杀之都 罪恶之城的地方 就是个冰火两重天的地方 确实适合自己 而且一个人的旅行 能有什么意思 于是赫莲娜点头 反正生活就是这样了 疯狂吧 像世界本该如此一样 突然想起自己的行李 还寄存在希尔顿酒店 但是那个地方 自己是无论如何 都不会再回去的了 看到她面有蓝色 丹尼问 还有什么 不能下定决心的吗 没什么 好像行李不见了 赫莲娜有些沮丧 没有行李 不是能玩得更开心吗 反正一条牛仔裤 能坚持到烂 丹尼说着 将最后一口食物咽下 赫莲娜也将牛奶喝了 拍拍身上的面 面包扎 好在昨天没有吐过 这衣服还能穿 只是有些气味复杂 丹尼打了电话 订了两张机票 然后扔给赫莲娜 一件自己的干净格子衬衫 换了吧 要不向难民营出来的 我们要快点 飞机是十七点的 赫莲娜 只好扔进垃圾桶 突然想起 这是林燕给自己买的 立即拿出来 踩上两脚 然后又扔了进去 从卫生间里出来 丹尼已经换好了外出的衣服 戴着棒球帽 一副青春活力的样子 她也扔过来一顶帽子 戴上吧 那里的阳光不一般 说着拎起一个背包 还有赫莲娜的提包 走吧 现在的安检很麻烦 赫莲娜披了外套 竟然有烟酒的味道 可是外面还有些冷 还是穿着吧 她又走进卫生间 攀了点古龙水 那种味道 与烟酒的味道一混合 竟然是一种 有些美妙的味道 赫莲娜觉得自己 像个白痴一样 被带着坐大巴 地铁来到机场 丹尼扔给她水 她就喝 让她做什么就做什么 完全不过脑子 因为脑子里一片空白 微微思考一下 都会疼痛 最后丹尼忍不住说 我是让你去享受旅途的 这样才能将记忆填满 赫莲娜点头 丹尼问 你知道 拉斯维加斯 什么最好玩吗 除了赌场 没有别的吧 赫莲娜说 丹尼递给她本杂志 坐飞机的时候 好好看看 然后决定我们的行程 过安检 过安检的时候 果然麻烦 好在他们的行李很少 还算顺利地通过了安检 赫莲娜叹 赫莲娜瞪了她一眼 杂志 赫莲娜也开始假妹 赫莲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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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莲娜